当地时间18号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州长表示 位于该州边境地区的一个村庄 遭到了来自乌克兰方面的迫击炮炮击 另据塔斯社18号报道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表示 该州的一个村庄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袭击 造成一人受伤